大家好,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涛哥坎电影当中跟大家分享的 《美国狙击手》这个影片 这是2014年的新片子 这件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但透过电影 2014年的时候 跟大家描述了他整个在美国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枪手 在被美国政府认可的 他大概枪杀了 杀掉了160多个敌人 而他自己的数字是说250多 那这个影片在我的眼睛里 或者说在中国大陆的我们生长起来的朋友的眼睛里 他在宣扬着爱国主义 在一个普世价值的正常社会当中的爱国主义 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同时在对比着个人的爱情 家庭 这样的情感的冲击 与爱国主义之间的这种冲击 他是怎么表达的 而作为一个个体的一个男人 他肩负着对国家的一份责任 这是一份承担 这是一份在他生命中认为不可推卸的东西 但是随着战争时间的推移 他看到了人和自己的伙伴的失去和战争的残酷性 对他人的那种摧残 人性的思考和他生命未来的思考 最大的特点 他的真实性 我觉得作为普通的中国人 我们生长在一个被爱国主义洗脑的氛围的环境当中 这个影片很值得看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那要收看涛哥怎么砍的这期电影 那你就到涛哥砍电影里面就可以看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近期的节目当中 我一直强调一个说法 我说某一个时间的时间表已经定下来 到哪一天干什么事 那作为今天主政的人 他非常严格的按照这个时间表在做 那你信不信时间是个神 你信不信时间是生命 那是朋友们各自的想法 但你的任何别人个人的想法 人中的想法 你根本影响不了时间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因为人的出生是个时间 否则的话就没有生辰八字之说 人死那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所以你愿意每一个人 只要在这凡事中生活的每一个人 你愿意承认和不愿意承认 那是自个活该的事 但时间控制着这天地间所有的生灵 在他相应的空间中 我个人从修炼中体会到 为什么这么说 两个小时之前 河北书记周本顺被拿下 这是今天主政的人上台之后 第一个被拿下的省的省委书记 在6月11号 周永康被拿下之后 完全被这件事情告一个段落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过 开启了另外一件事情 开启了另外一门 12号股票创新高 然后6月份 遭遇了整个股灾 对吧 遭遇了股灾 党的生日没过 4号出现了国家安全法 然后要求公务员 对这个宪法宣誓的说法 昨天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讲了 如果对宪法宣誓的话 今天所有的中华儿女 这是朋友留言认为很赞同 就应该向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 状告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个党派 可以有 可以没 但国家会永远在 而这个国家 是中华民族传统下来的国家 这个时间表走过来 走到720这天 砍了令计划 然后今天砍了周本顺 周本顺 周永康时期的 政法委的秘书长 另外一个人是王乐泉 政法委的副书记 被称为新疆盲 当砍到地方大员的时候 砍到地方首任官员的时候 今天主政的人 在对付江家帮 整个党的系统当中的人马当中 已经触及到最具实权的 这种地方的官员 BBC这么报道 河北省委书记成为十八大之后首位落马的书记 中纪委网站报这个消息的时候很简单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调查 那很多观察家认为周本顺落马显得很突然 就在中纪委宣布的前两天 周本顺前往秦皇岛北戴河进行调研 那当时的河北官方报纸还在登这条消息 那现在基本就这么干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底下出什么事情 底下出什么事情 今天最上层的人不管 他只按照他的方针 他的方式去做 那就像比如说股市做空 维权律师被抓 地方的这种 包括像香港的事情这么乱 今天他根本不管 主政的人不管 他只要把他要做的事 他要做的事情 是两张皮跟下面 他要做的事情是两张皮 下面的人已经不知道他要干嘛 但是他按照他的方式去做 下面折腾是下面 甚至包括维权律师被抓 所以我个人一直是对这件事情 是画问号的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网上大家声讨那么简单 这件事情就是 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让子丹飞当中 小六子被人家诬告 说吃了两碗凉粉 结果他自己抛腹 太嫩 小六子太嫩 自己把肚子拉开了 只有一碗凉粉 当这个姜文拿枪 想杀掉胡安的时候 那汤师爷明白 你不能杀他 这叫杀人弯心 是小六子自己给自己把肚子隔开的 不是胡安杀的 胡安要杀他 你可以杀掉胡安 胡安没动手 他自己弄的 你要敢杀胡安 那黄四郎带着人马 立刻把你县城 把你的县府给扫漏 因为你就是滥杀无辜 你依法治国是假的 这就是现在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这样的事情 而周本顺 是原来政法委的秘书长 周永康时期的 那在文章介绍当中 特别提到说 周本顺此前 一直在湖南的公安系统任职 包括湖南省的公安厅的厅长 所以他是原来政法委体系当中的 同时呢 在2013年3月份 调任这个河北省 任河北省委书记 那他是十五大 十届十五大代表 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和十一届人大常委 和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 他是司法体系的人 政法委体系的人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析的 我认为呢 最关键就是 江泽民已经是应该是 很可能失去自由 曾庆红肯定完蛋 那再完全掌控他们 再要宣布他们 就是螃蟹出锅了 蛤蟆出锅了 在宣布之前 把地方的原来他们的人马 砍 明确砍 这样两头 从两头往中间走 中心是为了保证社会稳定 在同一天 辽宁有所变动 看中国的网站 习近平重组了辽宁官场 那李克强的秘书上位 财新网24号报道 中共辽宁省常委 沈阳市委书记 叫曾维 日前任辽宁省副书记 那许卫国被免 而这个军区的政委呢 是由另外一个人兼任 此前的五月份 原辽宁省委书记呢 被免职 改任了全国人大的 柯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一职 那基本这就完了 那而李希和陈秋发 分别出任了辽宁省的省委书记 和代理的省长 那也就变成了 他说变成了 在不到三个月之内 辽宁省常委当中的 排名前三名高官 全都换人 辽宁 薄熙来 谷开来 王立军 尸体厂 活摘器官 而所有这发展的一切 我们已经陈述很多了 它都拴在了一件事情上 美国之音报道 加拿大小姐林耶凡 美国国会作证 为法轮功呼吁 美国国会23号举行听证会 讨论现在的中共政权下 各个教会遭受到的控制和迫害 以及如何借习近平 九月份访美机会 向中共施压 推动宗教自由 前来作证的人 代表在中国的各个信仰的团体 以及来自加拿大的 华裔加拿大世界小姐冠军 林耶凡作证 呼吁中国停止迫害法轮功 他说如果大家能在一起 为这些人做些什么的话 他说我觉得情况会很快不一样 他荣获加拿大冠军之后 因为倡导人权的立场 而导致他在国内的父亲 遭到了中共当局的骚扰 那他自己也表示很希望 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 到中国的三亚 去参加世界小姐的竞赛 那这件事情就直接关系到 中共当今的主政者 在过去的时间里 或在未来的时间里 如何对待 这就变成了一个法轮功 在世界舞台当中 那明确的必须面对面处理的事情 而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一直跟大家讲 2013年之后 2013年三中全会之后 非常特别的意思 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跟法轮功过去遭到迫害的时的 那个时间表是吻合在一起的 是吻合在一起的 比较特殊的日子 就是6月10号 610 7月20号 720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在整体事件当中 内外 就像我跟大家解释似的 每一个人 每一个社会 每一个团体 每一个政府 每一个政权 拥有权利的 没有权利的 那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是 他的着眼点 都在自己的事情 包括今天每一个朋友 但是如果 当你把背景放大的时候 当你把时间 当成神去看待 当成生命去看待的时候 当你真的可以把 自己与天与地 吻合在一起的时候 换个角度来讲 你真的认为 自己的生辰八字 与这天地间 是一体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它按着一个 严格的东西在走 你背景不同 而这里面的 最大的前提 是观看者的 观看者的利益 和观看者的观点 抛弃自己的利益 抛弃自己的欲望 抛弃自己的观点 不把这些东西 放在事件其中 你就看到最真实的一面 但今天最物质化 和欲望化的世界里面 环境当中 太多人丧失了这个能力 换个角度上说 不把利益和观点 放在其中去观看 人已经不会了 那如何去恢复呢 佛法再现 中国传统的东西 再现之后 才可以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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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